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这是一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 看似 欢迎收听S先生每晚电台之 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作者 高明 第十二篇 颅骨穿孔前篇 亦能追寻者 这位是自己找他们的 好像是朋友的朋友的亲戚 反正拐好多弯找到我 类似于 我是超人表弟朋友的邻居那种关系 他衣着考究 干净整洁 不到四十岁的样子 人看上去是那种聪明睿智的类型 感觉应该属于事业有成的人 反正不像是那种在温饱线上挣扎的 我只表情神态 他找我的目的很简单 但是后来 事情就复杂了 寒暄之后 他干净利落地切入正体 你知道颅骨穿孔吧 脑科手术吗 对 怎么了 我想做 不过不是因为病 而是我想做 你说的是国外那些文身爱好者那种 我劝你你别做 不是那种 是和神学以及宗教有关的 我脑子里依稀有点印象 好像上什么时候课的时候 讲过一些 具体资料也看过 但是很少 一代而过 欧洲古代的吗 没错 看来你还是知道点了 好多人都不知道呢 其实 我知道的也不算多 你知道多少 只知道跟宗教有点关系 反正是在脑袋上打孔 也是要整个开炉的 嗯 是这样 其实开炉手术 几千年前就存在 各种方式的开炉 有钻孔的 有消息一块的 还要干脆整个头盖骨打开的 最初的目的 因为没有任何记载 所以在考古界 一直不是很理解 认为可能是为了 减轻头疼 或者是为了一种世贸 不过 几个世纪前的欧洲 倒是有这方面的记载 还很相信 嗯 我就知道是欧洲的 听说原来西藏也有 但是你说的 起源于几千年前 那个 跟欧洲的有关系吗 没有明确史料记载吧 没有 但问题关键 不是要个说法 我笑了 哼 你不会是想 真想失去时间吧 他没正面回答我 为什么这么做 你应该知道 我说 好像是说 当时的宗教团体 注意到 人在婴儿时期 如故 不是闭合的 有个很大的缝隙 也就是俗称的 性门 胎儿期在子宫内 脑部发育的不会太大 那是为了 出生时候的顺畅 以免造成难产 在出生后 一直到闭合前 大脑才是处于 高度发育的状态 大约一两岁后 这个缝隙 才会渐渐的闭合 钙化 成为保护大脑的颅骨 成人头顶的头骨中间 都有闭合后的痕迹 没错 是这样 在颅骨缝隙闭合后 胸腔 脑腔 就成了闭合状态 脑体积 也不再增大 因为有了颅鸦 血液 不会像这样 原来一样 大量的流向脑部了 一些宗教组织 注意到这个后 就设想 能不能人为的开颅 减少颅鸦 让血液 还像原来婴儿时期那样 大量的流向脑部 企图造成 大脑的二次生长 结果 就有了这个手术 原来 是这样啊 嗯 Trapination 也就是 颅骨穿孔 你信那个 为什么不信 我有点诧异 我记得 成人大脑的皮质层和脑膜 不允许大脑再增大吧 而且颅腔也就那么大了 他笑得很自信 哼 没错啊 成人骨质已经盖化了 颅腔就那么大了 即使穿孔后 脑溶积也没可能再增加 但是颅鸦减轻了 大脑还是比原来得到了更多的血液 更多的养分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 但是不认同 那对智力提升 有直接影响吗 目前这个科学移居不足吧 目前所知的记载 都是科学界和医学界无法解释的 你看过 对 你最近接触什么邪教人士了 全国人民都知道 那个什么公是扯淡的 我半开玩笑 还爆发出一阵大笑 跟邪教无关的 我自己研究这个有四年了 你可真幽默 我认真地告诉他 那个很危险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 原来欧洲很多人手术后都感染死了 而且颅腔内的脑脊液是为了保护大脑的 你轻易地开颅后也许会感染 或许大脑受损 那个真的很危险 他也认真地看着我 现代医学是过去那种粗暴手术比不了的 而且我也不打算弄很大 只要在颅骨上开个孔就成 很小 大约手指指尽 然后再用外面的皮肤覆盖封号 我只想剪掉颅鸭 之后呢 你想得到什么 说句实话 我觉得你已经很聪明了 真的 他又是一种极具穿透力的大小 你真的很幽默 但我要的不是那个 那你要什么 我的手指相当一部分资料 记载了这么个情况 做过trepanation的人 大约三分之一 也就是百分之三十多的人 在手术后不久 有了异能 我疑惑地看着他 你 你是指 有些人能见到鬼魂亡灵 有些人能预知未来 有些人受到了某种感召 有些人得到了类似凭空取物之类的能力 还有人获得了非凡的智慧 甚至可以飞行的记载 他一直坚定的眼中 流露出兴奋 这 这事不靠谱 欧洲那些记载 很多是为了宗教统治瞎编的 什么吸血鬼还跟人类打过几年仗之类 我可不信 他无视我的质疑 你认识的人有人试过吗 没 当然没有那么疯的了 他微笑地看着我 就要有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他 所有说不过他 既然他已经研究了好几年 那么这方面肯定知道的比我多 而且我也没有什么有利的证据反驳 我只是处于反复强调 却没办法解释的一种状态 说实话 真的很无奈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 为什么要来找我呢 我不知道 做了trepanation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如果有了 我邀请你参加进来研究一下 不止你一个 脑科医生 神经科医生 欧洲历史学家 甚至民宿学家 我都谈过了 都会是我的后援 一旦我手术后有了异能 你们都可以更深的参与进来 当我是实验品都成 同时 我还付你们钱 说实话 我觉得他是该好好看看病了 真的 我可能到时候也帮不了你 你最好别做 你如果是那三分之二 那不白穿孔了 那就当我是为了科学而现身吧 说完又是一阵小 我尽力劝了 他坚持要做 我也没办法 看来他打定主意了 过了几天 我也找了一些相关资料来看 汉化的很少 大多是外文资料 我拿了一部分 找人翻译后看了 觉得没谱 都不是正规宗教搞的 了解了一下情况得知 他不是那种生活痛苦 对社会严重不满 老婆跟人跑了 上班没同时挤兑的人 我不明白一个人好好的 为什么非要这么折腾自己 我觉得 他可能是闲的 大约一个月后 他发了条短信给我 下午动手术 祝我好运吧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S先生晚间电台之 天台在左 风子在右 第十二篇 更多详细 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 S先生的夏天 我们明晚再见 我给你一个人说的 我给你一个人说的 我给你一个人说的